今天終於有時間,可以出來試試玩我的新玩具 DJI ARPHADOT 大家好,又是我Philip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玩穿越機很久 但傳統的穿越機 它的操作門檻,對於我這些新手的人來說 是相當高和相當困難 就算之前DJI出了一隻FPV 它改用了這隻Motion Control 理論上其實已經容易玩了 但我都沒有去買的原因是 因為它本身仍然比較大 還有它四個螺旋桶沒有保護罩 所以我覺得一炒機,我的心會很痛 但是早一陣子,DJI出了一隻新的轉型機 DJI ARPHADOT 我所有心理的陰影全部都沒有了 為甚麼呢? 因為第一,它本身是比較小 第二,是它的保護罩 保護四個螺旋桶 以及相當之硬正 所以我想輕輕炒一炒 應該都不會有甚麼特別大問題 而第三,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它新的FPV眼鏡 是令我這些大眼鏡的人士相當舒服 因為以前的傳統FPV眼鏡 我戴眼鏡去戴著的話 我會硬著不舒服 但不戴眼鏡又不行 因為看不到裡面的東西 但是這隻全新的FPV眼鏡 它裡面是可以支援到遠視200度 近視800度 所以我一除了FPV眼鏡 我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要看的畫面 廢話我不多說了 我要馬上試玩一下 因為其實這次我是第一次出來飛 希望沒甚麼問題 沒甚麼事就最好 現在先設定了 稍後再說 我會先以N模式繞一個圈 看看手感如何 好 出發 中間看到圓形的位置 就是我要飛向那個位置 換言之 我的圓形指向哪裏 我的機器就飛去哪裏 好 接著穿一棵樹 好 穿完一棵樹 繞一個圈 去這一邊 好 這邊落 追回去 繞一個涼亭 慢慢一點 轉到這裏 繞一個靈彎 這次轉得很好 再過梁亭 好的 先回上來 好 暫時繞一個圈 都沒甚麼問題 好 試試淡粗粗 試試Sport Mode Sport Mode 就會速度快很多 和靈敏很多 我真的慢慢加油 因為我一加油 怕控制不了 我找個空一點的位置 試試比進油 看看它會差多遠 繞一個圈 好 這個位置直線 我試試比進油 嘩 快不行 嘩 嘩 Sport Mode 真的快很多 並不是 那麼容易控制 我快上去 嘩 其實我想跟大家說 我現在是手抖著 沒有電 沒有電 要回來了 不要緊 先取消 再玩一會 再試一個圈 先騙地飛一下 扭上去 這裡的 轉 轉 這裡插過去 啊 喂 嘩 大家試到了 今次試試炒機的感覺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它安全性是很高的 好 好 先過去 先走 多一圈 這裡過去 再轉 過來 這裡上過去 過得到 非常之好啊 好 下去 這裡 轉 這裡 轉回 回彎 喂 差點又可憐 我們先飛高一點 再扭一個圈 再扭一個圈 嘩 嘩 嘩 過了多次 我想試一下 這裡 非常好 然後轉這邊 過去 嘩 好 要撿機了 看看機器有沒有事 出發 撿機 在哪裡 好像在這裡 附近 在這個時間 找不到機器 有什麼要做呢 看看機器在哪裡 好 在設置這裡 找個位置 好了 開了 我們現在要出去找機器 在這邊 在這邊 在這裡 找到了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 剛才這樣炒 這個手法 這部機器仍然是沒有問題的 相當之 穩陣 幸好是它沒有電之前 我找到這部機器 唉 幸好 好 好了 總結了 其實現在我的人都還未定 我們手上還在震 因為真的 它給我的感覺 我飛起來上來 真的很緊張 很刺激 很好玩 這部機器 很靈敏 很簡單 很直接 而且它的安全性 真的很高 就算剛才大家看到我 撞了兩次 也好 有一次它可以自己 平衡 平衡 就算最嚴重 剛才板那一下也好 這部機器的損害 也不是很大 只是在螺旋掌的位置 有一點點花 或者這裡有一點點 但是整體的部機器 是沒有問題的 它的保護盒是很實淨的 我不明白為什麼 明明摸上它 其實好像膠 但是 有這麼硬 相當之不錯 但是 注意事項 怎麼都會有的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 大家如果真的 很容易運船浪 或者運車浪 那些人 在玩之前 最好都吃一顆 運浪丸 才是好玩 因為剛才大家都看到 如果你的操控性 因為它真的太靈敏了 你上來放大一點點 它那個轉向的速度 就會很大很快 所以會很容易令人頭暈 而第二件事 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你要拿出去玩之前 最好是先練手 練飛了幾次之後 才可能去一些 地形更加複雜的地方玩 我經常都說 這部機器爛了一點點 做到其他圖人事大 所以這件事 盡可能的 練足手才想好去 這次的影片 真是到這裡為止 因為我想坐一坐 我先安定一下 啊 真的很刺激 真的很好玩 但是 這部機器我唯一的 不滿 就不算 以穿越機來說 它可以飛到十幾分鐘 其實我覺得已經很多了 但是 我應該接下來 我可能會配多 大約兩部電 所有 等飛的時間 去飛得多些 玩得長些 好了 這次的影片到這裡為止 那我們下次 下條影片 再繼續 拜拜 下條影片 下條影片